政府在昨晚才提交由雲基獨立審核顧問所提交的報告 大家可以看到早在2013年 這些持交的方式涉及到2013年 這是表一或八的 2013年那時欠四份 2014年欠三十四份 到2015年已經跳升到接近一千份 到2017年是接近三千份 2018年為何會少了 因為補交了 或者其中慢慢的工程都完結了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其實除了本身中國建築是非常之大問題之外 我不明白為何有表格不交 第二其實澳阿納本身自己都很有問題 如果根據政府的說法 其實是由2016年 它才抄送了相關的信件是給政府的 但如果說沒有表格是由2013年開始 為何2016年才開始發動追表格的情況呢 而2015年已經是跳升到一千份 接近 本身澳阿納也是有很大問題的 第二如果大家有留意到 其實早前在傳媒的報導當中 亦都有一個非常之重要的一點 就是說 其實那個承建商 其實是要在澳阿納去做檢測之前的24小時 如果根據合約 是要做檢測之前的24小時 已經交出一份 是填妥了的RISC Forms 但這個不單止沒有交道 遲交了幾年的時間 現在最奇異的地方就是 為何這個 現在份報告就說 其實它是做了這些工序的 但為何澳阿納在沒有收到這些表格的時候 又知道要去做檢驗 又知道何時做檢驗 甚至是哪個地點做檢驗 這件事其實是一個謎來的 當然政府剛才出來解釋 處長就出來嘗試去解釋 就說我們有其他的工序 或者有程序 是整個去做監核的 或者去做檢測的 但是正正同樣的事情 就發生在沙中線那裡 那我們作為市民 又如何可以相信 政府其他監測的程序 是可以處理得到事情 而且大家亦都要留意 為何我不停追問安全情況 因為如果看回這份審核報告的話 其實在1.3和1.4段 講得很清楚這份報告 或者這個檢驗 其實主要的作用是甚麼 而且這裏也都講得很清楚 這個運機檢查或者福檢 是不包括究竟奧瓦納做的檢查 inspect或者相關工序的質素是如何的 即是沒有說到他的performance 表現是怎樣的 即是現在我們只能夠 是知道他好像拿著照片做了事 他又到現場 但是究竟是否真的做得妥當 做得足做得妥善呢 其實根據一個表是不知道 現在甚至連表都根據不到 是根據照片的 所以其實這個似乎是未能夠 足夠說服市民 是真正確定了安全才開通的 再者 如果大家有留意到文件的第八段 其實政府聲稱 這個顧問有提供電話、電郵、即時通訊 即是WhatsApp那些 和口頭通知 甚至是和相關的人員作面見 但如果大家詳細看這份報告 似乎是事實 政府是沒有講完事實的全部 甚至在這個我們叫methodology 而這個顧問採取的措施當中 其實講到明 如果跟奧瓦納有很多情況 拒絕提供一些資料的 而再者還有 譬如說電郵這些 奧瓦納也講到明 因為他們的職員 是有一個儲存的上限 即電郵的儲存上限 頂光都是一年 如果我們講的保簽時段 大量發生在三年前、四年前 甚至到六年前 試問它憑什麼 是可以去確認得到呢 好了 接下來 包括面見 那件事 大家要留意 它的面見 不是一開始就做 它的面見 是當出現了一些他們認為 坐證 是證明不了 確認不了 沒有那個工序是否有進行 等等的期間 他們才再去找其他的事 包括和人聊天 和相關的職員聊天 所以大家要明白 其實在光束之下 一個半月可以看二萬張照片 主要是看照片 然後又說 有些事不妥當 再去做福檢等等 其實這些工序 似乎 如果根據政府所交代 只是有十多人 其實我覺得是非常擔憂的 而另外政府 到今天 似乎 我另外一個最擔心的地方 似乎政府 還是對這些RISC Forms 的存在與否 是有些後知後覺 因為到現在 政府才開始去檢視 究竟這個港珠澳大橋 其他工程部分的RISC Forms 究竟是否齊全 而其中澳瓦納是不只負責 一個項目的 還有另外一份合約 都是做顧問 另外我們還有見到 我不是故意對中國有問題 中國建築應該是中國海灣 還有其他情況 又或者是金門等等 都是一些比較大的公司 如果政府在收集這些RISC Forms 主要只能夠根據合約 究竟是否可以成功收集得到 我就表示非常之質疑 到最後當然可以斷定 如果根據傳媒報導 Arab那封信 就說他們可以決定這些工序 會不會有機會被處置為 是叫Defective Works 而其後可能在找數的時候 亦都會出現相關的一些變化 但是我想數就已經找了 因為路都開通了 究竟政府是如何確認 整條港珠澳大橋是安全 而去進行開通呢 我覺得我表示非常之質疑 所以政府是應該盡速去處理 還有這個發展局 亦都應該根據這個季度報告 盡快就住 無論是顧問公司 這個後知後覺 還有這個中國建築 直接是當顧問是傻的 直接是我們叫ignore 直接是忽視這個相關的合約要求 應該是予以重罰的 謝謝 謝謝 謝謝